他收到女儿被绑架的视频心急如焚 视频里的人凶神恶煞 张孔就要三十万元 他选择报警 警察找到女儿之后 女儿的行为却非常异常 你个傻老头 报什么警呢 原来这是女儿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 可是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女儿是女儿的事件 女儿自导绑架案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某一天 河南老汉王大爷赶到湖北某县城派出所报案 他哭着对警察说 快救救我女儿吧 他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那些人打他 逼我们给钱 快救救他吧 不然会被人打死的 警察安抚他 慢慢说详细点 王老汉掏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他说 这是我女儿昨天微信发来的 他被人绑住了 那些人打他 逼他还钱 要我给他转三十万元 我看他之前的朋友圈定位就在这儿 所以到这儿来报案 王老汉说 女儿王小丽半年前离家 只说去打工了 这半年几乎不和家人联系 家里问他在哪儿 具体做什么 他都不说 上个月 突然要家里汇钱 给他做生意 我们说要他回家再说 可是他没同意 再之后又没了音信 昨天收到女儿发来的这视频 视频里的人凶神恶煞的 张口就要三十万元 还限期三天会到 看到这个消息 一家人吓得够呛 大家觉得 小丽十之八九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听说传销组织就是这样控制人身自由 逼家属交钱的 王老汉在和家人商量后 决定到小丽被控制的当地 派出所来报警 对老汉的报案 警方很重视 对辖区了如执掌的警察说 这个地点是个写字楼 是办公场所 不可能窝藏大量的传销人员的 一听警察的质疑 王老汉就更担心女儿的安危了 说算了算了 我还是乖乖地汇钱吧 警察拦住了王老汉 他们认为 这要是传销人员 第一次向家属要钱的话 即使给了钱也不会轻易放人的 可是旧女心切的王老汉 执意要去汇款 警察说这样吧 你给小丽的手机 再发个微信 要求先看着人 再给钱 很快 小丽手机有了回复 态度很强硬 先汇款 否则后果自负 这么强硬的信息 让王老汉彻底崩溃了 警察说 你再试试 你说 微信视频也行 王老汉又哆哆嗦嗦地 回复了这条短信 经过长时间的意志较量 对方终于同意 让小丽和王老汉 在楼下银行门口见面 这边警方安排了便衣警察 跟随老汉一同前往 王老汉在银行门口 左顾右盼 便衣警察伪装成路人 散步在他周围 十分钟后 一个年轻女子 出现在银行门口 得到王老汉的确认 这就是王小丽之后 便衣警察向他迅速靠拢 试图抓住控制她的人 可是很奇怪 小丽身后并没有发现 监视控制她的人 而当小丽发现 王老汉是和警察一起来之后 他情绪异常激动 责备父亲说 你个傻老头 抱什么紧啊 小丽用力挣脱父亲 抓住他胳膊的手 面对亮明身份的警察 她全然没有脱离危险的解脱感 反而是刻意躲闪 起逃走 在这之前 小丽到底经历了什么 面对小丽的反常反应 警察坚决将她控制住 并带回派出所 进行询问 询问之后才发现 汪小丽根本没有被绑架 也没有进传销组织 是她故意拍摄的视频 吓唬家人 要他们汇钱来的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小丽18岁起 就跟随亲戚外出做生意 转眼五六年之后 去年因为市场停业 她回到老家 希望做点生意 可是父亲催她早点嫁人 可是在外闯荡多年的小丽 看不上父亲为她挑选的 老实芭蕉的小伙子 小周 可父亲说 小周父母之前打工攒下了钱 回家盖了房 还有门脸房 如今一家人衣食无忧 而小周是家里的独子 父母是全心全意的补贴 这么好的人家 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可是小丽反驳道 是你们找亲家 还是我找老公啊 母亲也帮着父亲劝小丽 孩子啊 以后你就知道 找个好婆家很重要啊 对方父母很喜欢你 他们就是知道自己儿子 也没啥能耐 就是看上了你 泼辣能干 这不我们一点头 人家就送来了 三十万元的彩礼啊 真是诚意十足 什么 彩礼你们都收了 都没问过我的意见 三十万元就把我卖了 太黑心了 王小丽叫道 父亲扬起手 恨不得扇他 呵斥道 你在外待了几天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之后七大姑八大姨 纷纷以过来人的身份 劝他 安稳的婚姻 比浪漫的爱情更靠谱 小丽一时没了主意 还在他犹豫之时 双方父母商量着 在春节之前就把婚事给办了 就这样 稀里糊涂的 小丽结婚了 小丽婚姻不幸 与娘家关系恶化 无奈之下离家出走 这一走 小丽半年没有和家人联系 小丽的父亲突然收到 女儿被绑架的视频 并索要赎金 为了解救小丽 汪老汉赶到了当地来报警 经调查 小丽并没有被绑架 那这视频到底从何而来呢 女儿自导绑架案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婚后 父亲并没有把婆家给的 三十万元彩礼给她 这让小丽很失望 她满心指望着 这笔钱可以由自己支配 这是她对这场婚姻 最大的期待 可是 希望落空了 小丽心里很不痛快 她跟父亲要 但是父亲说 那彩礼是婆家给娘家的 不是给姑娘的 而且你弟还没结婚呢 小丽一下就不炸了 气呼呼地说 你这是卖了我 好娶儿媳妇吧 重男轻女 那以后 小丽跟娘家的关系很冷漠 妈妈多次打电话 问寒问暖 小丽都很少回复 可想而知 小丽婚后生活 也不会太书信 整天无所事事 她也尝试跟公婆说 给家里生意帮帮忙吧 可是公婆乐呵呵地说 不用她劳神 背地里丈夫告诉她 别胡思乱想了 早点生个儿子才是她的当务之急 一听这话 小丽更觉得婚姻前景 一片黑暗 自己在外闯荡多年 看到大城市的女子 事业家庭两全 那独立的气质让人羡慕 她也渴望成为那样的女人 可是再看看自己的生活 毫无生趣 这是她最抵触的生活方式 再看看丈夫小周 站没站向 坐没坐向 怎么看都土得掉渣 小两口开始不断地为琐事争吵 小丽都不愿和丈夫说话 也不愿丈夫亲近自己 后来干脆以感冒隔离为由 要与丈夫分房睡 这可急坏了 盼着早报孙子的公婆 他们就找亲家来劝和 小丽母亲就把她接回娘家 小住几天 小丽回到娘家后 矛盾不但没有缓和 反而尽有激化 小丽认为 是父亲为了三十万元的彩礼 把自己卖了 于是把怨气都撒在了父亲身上 气极乐的父亲 扇了她一个耳光 小丽竟离家出走了 这一走小丽半年 没有和家里联系 娘家婆家都在找她 婆家人对小丽父亲 也很有怨言 如果不愿意 就别答应结婚 这不情不愿的 谁都难受 真不想过了 就把彩礼退了 离婚算了 别相互耽误 可这离不离婚 也得小丽本人来决定 如今小丽又不和家里人联系 父亲一方面担心女儿的安慰 另一方面又生气 让她溃怠了亲家 也许小丽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态度一次比一次恶劣 婆家怀疑小丽家是不愿意退彩礼钱 所以一直拖着 故意隐瞒小丽的去向 小丽的父亲也无从辩解 正在她倍感憋屈的时候 突然接到小丽发来的视频 着实吓了一跳 家人商量之后 猜想小丽是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才会这么长时间不和家人联系吧 又被逼迫找家人要钱 为了解救小丽 王老汉赶到了当地来报警 在警方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见到了女儿小丽 但是小丽并没有见到亲人的如实重负 发现父亲报了警 更是暴怒 这是因为她给父亲发的视频 是她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小丽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么欺骗父亲呢 原来当初被父亲扇了一个耳光 跑出来之后 小丽和当年做生意时 认识的小姐妹苏洪联系了 苏洪辗转到了湖北某县 一个新开的市场 生意挺好的 小丽就去了 这里的生意的确挺红火 可是小丽也没有钱交租金啊 开始苏洪也容她在自己的铺面旁边 卖卖货 可是没多久就翻脸了 因为小丽能说会到 她的生意比苏洪好很多 苏洪觉得小丽是抢了自己的生意 气不过 某一天她把小丽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小丽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 哭也没用啊 她把货物披在身上 在市场里游走着来回的卖货 还要时常提防着市场管理员的躯感 正在她要做成一笔买卖的时候 被市场管理员逼个正着 说她破坏市场秩序 要没收她的货物 连日来受的委屈 她一下就哭了出来 市场管理员一下也手足无措了 这时旁边摊位的小伙子 帮她说了不少好话 管理员就教育她下不为力 就不再追究了 这个好心的小伙 叫吴刚 有个卖翡翠首饰的门面 装修气派 小丽感叹吴刚的生意做得真不错啊 吴刚让小丽在自己店门口挂衣服卖吧 可是小丽说 这样拉低了她店铺的档次了 但吴刚不介意 还说小丽会给她带来客源 落魄的小丽对吴刚是充满了感激 生意闲暇时 两人就会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 吴刚把完各种手串挂件 给小丽讲解 闻完把件的各种门道 小丽都听得入迷了 闲不住的小丽帮着吴刚照看生意 当得知吴刚也单身时 小丽不由地心里一动 她向吴刚隐瞒了自己已婚的状况 她希望自己和吴刚的关系 能走得更近一些 吴刚也觉得小丽聪明能干 还吃苦耐劳 是事业和生活的好伴侣 两人很快同居了 想齐心协力把生意做好 小丽憧憬的生活正一步一步地实现 可是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两个人的热情很快受到了打击 经历了短时间的红货之后 生意变得很冷清 可头脑活络的小丽说 我们应该学学网上经营 很快小丽就有了收获 她经营的网店生意 常常能超过门店的生意 这一天她兴奋地告诉吴刚 她刚刚接了一个 二十万元的大单子 吴刚傻眼了 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货呀 但是这一笔生意 转手就能挣好几万呢 小丽不甘心放弃 她眼睛转了转 说我有办法 小丽有什么办法呢 前不久她结识了一个叫冯经理的人 说要用钱就找她 其实这个冯经理就是做小额贷款的 她爽快地答应借钱给小丽 而且是无需抵押 无需担保放款快 就是月息三分 吴刚有些犹豫 这月息三分就是年利率36%啊 够高的 可冯经理笑呵呵地说 你们不是时间短吗 想着这笔生意丰厚的利润 小丽就怂恿吴刚借吧 但是吴刚再看一眼 借款合同又有问题了 我们不是只借十万元吗 为什么合同上的借款本金是二十万元呢 冯经理又解释道 这是公司的惯例 十万元是本金 另外十万是保证金 你们看我们又没有抵押 又没有担保的不得找点保障吗 如果你们按期还款 那保证金是不收的 在小丽的催促下 吴刚签了合同 收到了借款十万元 小丽把这十万元和客户支付的 订金五万元 连同自己手上的积蓄五万元 一共订购了一批货物 当他满心期待着 等着对方发货之后 他再给客户发过去 一切顺利的话 一个月之内就应该能完成这笔买卖 而吴刚跟小丽贷款公司 签订的期限是两个月 时间是有充分余地的 一场意外的台风 让小丽生意失败 十万元贷款变成了三十万元 他让吴刚找来几个朋友 假装逼迫他还钱 拍下视频发给父亲 想让父亲把那三十万元的彩礼钱 转给他 意外状况接连发生 男友吴刚又被贷款公司控制了 限制其人生自有四天 并多次对吴刚进行殴打 面对这样的情况 小丽又该怎么办 父亲得知真相后 会原谅女儿吗 女儿自导绑架案正在播出 但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 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让如意算盘落空 一场意外的台风 让小丽订的货物传奇延误 而小丽的客户因为等不及 取消了订单 这一笔原本利润丰厚的订单 让小丽损失惨重 而且损失还在进一步扩大 为了尽快还款 小丽和吴刚以极低的价格 把货物出售 这一进一出就亏了十万元 当他把剩下的十万元加上利息 还给小丽贷款公司的时候 却被告知 因为他们拖的时间太长了 得按二十万的本金来计算 而且连本贷息现在得还三十万元了 小丽和吴刚就傻眼了 我明明只借了十万元 突然就变成了二十万元 而且这利息就算按三分算 也没有这么多呀 小丽去找这个冯经理理论 可是冯经理说 合同上签的就是二十万元 再加上我们是每天计算利率 利滚利的 这样的话 加上催收成本就有这么多钱 这明明就是高利贷 是吃人的黑洞 时间越久 这个黑洞就越可怕 必须尽快还上 可是上哪找那么多钱呢 小丽又想起当初父亲 收了周家三十万元的财礼 但是自己就这么问父亲要 肯定是要不出来的 那该怎么办呢 这几天总有几个满脸横肉脖子上 挂着大金项链的人 在店里催账 小丽晚上梦到那伙人 对他一顿拳脚之后 要他快点还钱 他在梦里大喊大叫 吴刚连忙把他叫起 醒来之后 惊魂未定的小丽 向吴刚描述了梦里的场景 突然他说 不如咱们假戏真做吧 他让吴刚找来几个朋友 假装逼迫他还钱 拍下视频 他想发给父亲 想让父亲把那三十万元的彩礼钱 转给他 两天之后 吴刚外出 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小丽就接到了 冯经理的电话说 吴刚在他们那里做客 让小丽快一点还钱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吴刚被冯经理控制了 这不是小丽最害怕的吗 他拿着手机直哆嗦 找钱 必须快点找钱 可是别无他法 他只好把自己假装 被绑架的视频 发给了父亲 让父亲快点 汇三十万元来 发完之后 他焦急地等待着 父亲打款啊 但是父亲反复要求 和他见面之后再汇款 几次拒绝未果之后 小丽终于同意和父亲 在银行门口见面 但是没想到 父亲还是报了警 所以小丽对父亲没个好气 他想跑掉 可是警察坚持让他回去 接受调查 他又害怕谎报警情被处罚 只好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原委 都说了出来 说到吴刚现在还不知道被关在哪里 会不会被殴打虐待 小丽担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看到女儿这么伤心 父亲又是心疼啊 老汉拉着警察说 报夹警的是自己 要罚就罚他吧 跟小丽没有关系 警察安慰他们说 当务之急先解救被人控制的吴刚 根据小丽提供的信息 警方调取了吴刚失联 当天的活动录像 发现那天吴刚被几个人拦住之后 交谈几句 被他们带上了一辆 没有排好的面包车 经过小丽辨认 为首的就是那个冯经理 可是吴刚现在在哪呢 警察让小丽跟那个冯经理联系 说钱已经凑到 但是要求确认吴刚的安全之后 再把钱汇过去 在他们通话过程当中 通过刑侦技术 警方确定了吴刚被控制的地点 经过布控 警察打开了拘禁吴刚的房门 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经过确认 冯经理等四人 为索要债务 将吴刚带离住处 限制其人身自由四天 并多次对吴刚进行殴打 他们的行为涉嫌非法拘禁 而被警方拘捕 小丽有疑问了 为什么冯经理等四人的行为 是涉嫌非法拘禁罪 而不是绑架罪呢 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这两个罪名确实挺像的 从客观方面来看 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 都是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但是绑架罪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 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 是复杂课题 而非法拘禁罪 仅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 是单一课题 所以一般情况下 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 还是很好区分的 但是绑架罪和为索取债务 而进行的非法拘禁罪 相比较的话 就有些难区分了 因为这两者都以索取财物为目的 客观上都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也都向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索要财物 那这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 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 是否真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绑架罪的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 是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 如果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 根本就没有债务关系 为了勒索财物 行为人凭空捏造被害人欠其债务 而将被害人非法拘禁索要财物的 就应当定为绑架罪 由此可见 是否有证据证明 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 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是区分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关键所在 那么在本案当中 冯经理是有虚增本金这样的行为 真实的借款只有10万元 但是借款合同上却写着20万元 但是这个疑问是可以通过转账记录 来证明真实的本金数额的 所以冯经理和吴刚之间 是的确存在着真实的借贷关系 但是他们的暴力催收的行为 是触犯刑法的 最终冯经理等四人 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那小丽虚构险情 小丽的父亲被骗后又报警 那么他们会不会受到法律处罚吗 警察没有追究小丽父亲的法律责任 但对小丽进行了批评教育 她以自编自演假绑架的案情 要挟父亲汇款的做法 既愚蠢又危险 稍不注意就可能伤害自己连累家人 面对贷款公司违法追索 暴力催收的行为 他们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保护自己 吴刚失联之后 更应当及时报警 争取早日获救 获救之后的吴刚 对小丽既感激又埋怨 当她得知小丽已婚的身份之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无法接受这个重大的隐瞒 提出与小丽分手 虽然不舍 小丽也无力挽回 小丽回家之后 婆家也提出 既然两个人无法生活在一起 就别互相耽误 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协商之后 小丽父亲退还婆家二十万元 经历这场风波 小丽成熟了很多 自己太急于成功 连累吴刚 一起落入了高利贷的陷阱 又不懂寻求法律的帮助 反而自编自导一出绑架的闹剧 让家人为她担心 看到父亲为解救自己时的 焦急与奔波 小丽真切感受到 家人永远都是自己 最坚强的后盾 为自己之前对父母的错怪 与埋怨深感后悔 小丽父亲也在反省 她强迫小丽接受自己安排的婚姻 真的是好心办坏事 虽然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方式不对 爱的行为 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请关注本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儿子为了得到父亲的房子 竟找父亲要房子 父亲病重不能自理 儿子竟对父亲实时暴力 面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儿子 患病的父亲最终又会如何呢 糊涂父亲心疾儿 法律奖堂下期播出